導彈射到新竹市重要橋樑 導致橋樑爆炸 起火 巨大的爆破聲響之後 橋樑硬聲斷裂 橋上的汽車跟著摔落到橋下 震撼場面令人觸目驚心 112年全民防衛動員 暨災害防救演習 27號下午在新竹渝缸舉行 今年首度將戰爭因素納入考量 新竹市長高恆安表示 戰爭時期的物資與人員調度 都會變得更加困難 同時還要面對敵方的滲透與破壞 如何在短時間內恢復狀況 也是這次演練的重要目標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所演練的內容 就是在境外敵對勢力 當他武力犯台的時候 也包含說我們現場看到有物資的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的關鍵的基礎設施 包含像是交通道路的節點 或者是一些水油電的一些基礎設施 或者是遭到破壞或癱瘓的時候 我們的新竹市政府的團隊 以及我們民間的團隊協力 如何來讓我們的這個 癱瘓的一個狀況或破壞的狀況 可以盡快來恢復到最 一開始的一個恢復通訊的情形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醫療 或者是一些化學 氣體外露的一些相關的情形 也透過各種的醫療團隊 以及我們園區的團隊 大家一起來協力來配合 把這樣子一個問題 能夠極速的來做解決 隨著演習項目的進行 參與演習的單位都順利完成演習目標 讓台上的長官看得平平稱讚 這次擔任演習指導官的環保署副署長沈志修 就給出了高度評價 讚許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演練 綜觀今天的綜合實際演練 全程在高市長的領導之下 事務同仁都努力以悟 規劃完整詳實 且能有效的整合 轄內的資源 具體展現了事務團隊 高度的行動力與效率 這次一次成功的演練 已經揭進了事實 為了和平與國家的安定 我們除了全面啟動各項應變的作為 應用各種挑戰之外 平時也必須抱著有備無犯的態度 建議綿密的防救災機制 隨時做好萬全的準備 為全民建構一個安全安定的生活環境 從人員調動物資配給配售 晉級醫療到災害救援 十多個科目考驗 現場一千多位參加演習的單位 這麼辛苦演練 就是為了當災害或戰爭來臨的時候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採取最有效的預防以及應變措施 記者林彥斌新竹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